从上任以来 他的支持率从60%跌到了20% 眼看着就要卷扑个卷走人了 这个月21号正好是民主党的党代表竞选 野田想来想去 实在没有什么突破口啊 买岛吧 而石垣呢 传闹起这事儿的 本月26号 自民党要进行党总裁的选举 他的长子石垣声晃将参选 说白了 什么右翼 其实就是老爹给儿子当护翼 都是爹地和关二代的故事 倒霉的都是屌丝和没干爹的呀 这说后来眼瞅着 又到九一八了 还有这个周末 相信游行的同胞不少 过激的不多 但也可能有 我给这些专门破坏自己人生命财产的同志们 讲讲韩国独岛的故事 话说1953年5月 日本派兵占领了独岛 并在岛上建立了领土标志碑 韩军此时在朝韩战场不得抽身 同年1953年的7月12号 23岁的韩国青年洪春齐 率领民间自发组成的韩国义勇守卫队 开赴了独岛 把日本军人赶走 之后又首岛三年八个月 直到1957年韩国政府接管独岛 修建公事 实际管辖 借反日之名搞破坏谢思愤的朋友 送句话给你们 看看人家红唇漆 干点人事吧 最后还有一首歌 送给所有像我一样 真心爱国的同胞们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小岛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插上了过气 却成为炮弹的目标 我等了几十年才发现自己 还是无依不靠 所有叫做我的名字的人呢 你们好不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你们注定无处可逃 当我场景清冷暖 当你决定把日本车统统燃烧 保险的压力 与车主的尊严 哪一个重要 我是一个小小小小小岛 想要飞也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觅 也有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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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再美你相貌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欢迎回到清清百老会不老传说 前两天就香港街头 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路边踩旗飘 街边海报展 路上船单船 你走着走着吧 就看到有人一边喊口号 一边点头还要冷不丁 还冲你笑 这搞传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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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拉票 香港立法会选举上周日结束了 挂着大喇叭的汽车 大街小巷的肉 哇啦哇啦就宣传自己的竞选口号 十分扰民 大人还好 你想我儿子刚睡着 被吵醒 哇哇哭啊 再哄睡了吧 又一辆 十几辆过去之后 能让我孩子好好睡个午觉吧 第一辆又回来了 看着我儿子哭的那支离破碎的脸 刹那间我就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不允许未成年人投票 说起来 扰民的选举 现在美国那边也正在扰着民呢 而且还是总统带头扰民 话说奥巴马最近为了寻求连任 击败罗姆尼 只好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大招 到处演讲 这种活动在我们这儿叫相声巡演呢 这人选领导太不严肃了吧 是吧 怎么也得送礼啊 谁说奥巴马不送礼 我有重要情报啊 以前奥巴马没当总统的时候 手上表啊 都是带豪雅的名牌 上任之后 降格都带实营表 叫什么JogGree 6500型号 售价325美元 为什么 好的那个送礼了呗 又送礼又扰民 这会儿就体现出咱们的先进性了 是吧 咱们不扰民 选举这回事最早出现在古希腊 在古希腊的民主体系中 只要是成年雅典男子 就可以拥有公民权 可以选举和备选 亮灯和灭灯 不过那时候奴隶是不算人的 所以除败 不管什么国家大事 全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拍板决定 从此以后 这种你选我来 我选你的制度就诞生了 在中国古代 也有选举 社官分职选贤举 能写作选举 独作任命 直到近代 外国人穿过进来 选举这个词 才成了今天 这种投票选领导的意思 1913年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 选举了民国第一个正式总统 袁世凯 话说那是1913年的10月6号的早上 国会两员议员们开始为新的大总统投票 议员们当时屁股是还没做热乎呢 门口乌羊乌羊的来了一群人 号称是公民团 不过怎么看都像踢场子的 这群人在外边就大喊 议员们你们给我听好了 麻烈的给我亮灯转椅子 32场演唱会我等着你 否则32场批斗会我弄死你 就这么一个情况 议员们开始投票 从白天到晚上投了三轮 还没有结果 700多个议员 滴水未尽 腹中空空 头晕眼花 还有些议员抽大烟 结果投票 那一天翻烟瘾了 会场打着哈气 流着鼻涕 抹着眼泪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算了 赶紧随便选谁谁吧 我回家了 我不玩了 就这么着 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 这个就叫吃不下饭硬塞 喝不下水强灌 我从不强迫别人选我 但你不能选别人 段祺瑞呢 他是把议员都花钱养着 都是自己干儿子 你说他能不选我吗 曹昏呢 更省事 五千大洋一张选票 明码标价 拿钱不投票的 我给你差评哦 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听话的议员 要是议员之间有分歧 那就不是逗逗嘴这么简单了 议会上演动作片的逼逼皆是 要您审余观察 你可以发现一点 英国国会里的椅子 它这个是跟电影院里的椅子一样的 它是连起来不独立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你打起来之后用不了椅子 那顶多用杯子嘛 还有澳大利亚 也不提倡动武 是吧 要文明 有什么分歧 咱们靠骂街解决嘛 代表人物 就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叫保罗基廷 曾经有好事的人呢 把他这个讲的脏话总结起来 练着法骂三天三也不带虫样的 不过呢 有美国没事干的媒体 曾经评选了全球最混乱的国家议会 第一名 哪国呢 不是别人 是离咱们特近的一个国家 韩国 就前几天 他们总统候选人选拔活动 还穿插进行了鸡蛋和水瓶的偷射活动 热爱棒球的国家 很擅长这项技术的 要知道棒球的真谛 就是当球撞上棒子嘛 2008年的12月 就一次韩国议会的审理 对美自由贸易的协定 结果两方是意见不合 说时吃那是快 就看有人呢 抄野道 端着文件柜 还有扛着灭火器 举着麦克风 还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大锤啊 电锯啊 最后出一行字幕 赶死对二 所以说在韩国当政客 必须从小开始坚持锻炼身体 比如说 这个选举秩序最好的国家 我想啊 应该是在韩国的北边 朝鲜 其次嘛 可能就得是梵蒂冈了 教皇选举的时候 红衣主教们进入西四平教堂的密室 然后呢 关门上锁 贴封条 只留一部紧急联络电话 其余的电话键全部给掐了 手机发微博不允许 这说明 梵蒂冈的电信服务 是很可靠的 教皇的选举呢 是由红衣主教们互相选 没有提名啊 每天投四轮票 直到有一个人 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当选 现任教皇 本都十六市 就是由一百一十五位红衣主教 用了三十六个小时 投到第五轮选出来的 这期间 成千上万的信徒 就守候在这个教廷的外边 眼睛就盯着教堂的烟囱 想着圣诞老人 什么时候来拍板啊 不是啊 去梵蒂冈旅游的朋友 你注意了 如果那个烟囱里冒黑烟 不是在烤肉 那说明